请收看 维新世界 先佛在我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收看 先佛在我家 有一句维新禅语是这样子说的 您可以不相信一经风水 但是事实上每一天的生活里面 您都已经在一经风水之中了 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现在的所在地是在维新圣教的 世界和平原点台中到场 我们要来访问王汉平师姐 究竟是什么样的因缘 让他能够来这边学习 然后让人生有另外一个不同的事业 让我们一起来欢迎他 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台中到场第25届王汉平 大家好 阿弥陀佛 师姐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很难得我们今天要一起工作 那其实观众朋友们都很想要知道 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不一样的一个路径 就是什么样的一个经过来认识了王汉老祖 或者是什么样的人事物 带领我们来到维新圣教这边学习 易经风水 您的这个部分是怎么样的呢 这样说起来是我有一个姑姑 她是在台中道场第十届届的学院 她从五年前 我最记得就是在我还没进中门之前 她将近用了五年的时间 一直在告诉我说 这个微信中有多好多好多好 一直在说服我进来 那时候我产生了非常多的 就是我那时候生活过得不是很好 所以有很多的怀疑 怀疑说这个真的可以帮助我走过我的困境吗 就很多的怀疑 那在这个回忆中我姑姑她就会不断的 用她自己知道的 然后就是来想要来说服我 但是我是一个很固执的人 也很 她也真的是用了非常多非常多的时间 最后才说服我走进这个中门 我那时候真的实在没有多余的心思 因为要要改善自己的生活 然后又想要离开你本来很 比本来生活的环境里面 想要去做改变很困难 也不是舒适圈 而是已经可以说害怕 就是说我在踏出另外一个步的时候 我会不会再受到另外一个伤害 所以我就选择 等待在那个地方 就是生活在那个困境里面 就没有离开 是这个样子 对 那在这个时候 您易经跟风水的这一些相关的这一些知识 还是什么 您有接触过吗 在很 就是在很早期的时候 我曾经参加一个读书会 那个读书会里面有稍微讲了一段易经 那我觉得那时候学八卦 那是可怕的 学六十四卦根本 它的卦没有要变来变过去 我没有办法 后来我就放弃 对 有这样的一个经历 那是后来 为什么会一直不愿意走进来 是因为我在差不多我姑姑接触我这一个 她接触这个中门 以前的这一段时间 我那一阵子生活 就是工作一直都非常的不顺利 那我曾经就是去竹山有一个 有一个 有一个公庙 她也是拜王残老祖的 然后她也是用占卜的 然后每次我去 有问题要请教她的时候 每次站起来都是折水裤 每次站起来折水裤 我看到折水裤就怕她 这也是很特殊的因缘 对 很特殊的因缘 然后我就心里想说 我到底哪一天可以脱离 这样子折水裤的一个状态 但是那时候我并不知道 折水裤是六合瓜 那姑姑在旁边讲了那么多年了 那您到底是在哪一个刹那之间 因为我从事汽车修理的行业 那我那时候因为十二期要重化 那我的工厂必须要搬迁到一个新的地方 那我找不到地方 那我姑姑就借助这个因缘 到处说台中有一个台中道场 有一个园玉法师 她有在问是 你要不要来问问看 那那时候心里想 我问过这么多年了 也没有一个结果 我其实不想来问的 但是后来想说好吧 那就始码当活码 反正我找不到地方 所以我就进来了 就进来请园玉法师占卜问 问说我将来要走 要怎样子 我的场到底要从哪一个方向去走 这样子 对 是这样一个音乐 那这是一段故事 就是园玉法师一瞻 他就告诉我说 我是在冯甲那一带 那就告诉我说 我的贵人坊在我的南边 在我的南方 我一定要往南走 那我就问老师说 老师那南边我要走多长的路 才可以看到我的目的地 他说50公尺 我说怎么可能50公尺 50公尺就是冯甲夜市啊 怎么可能 我根本不可能 我做修车长的工作 怎么可能去那里找到这个地 但是我还是心里很多疑问 那老师就说了 我老师就说 你要送500部天德经 你就会看到 你就会看到 你就会获得 那我心里想天德经 我从来没有接触过 什么是天德经 我也不知道什么是天德经 那我想好嘛 那就试试看 所以我就很认真的送 后来真的送差不多200多部的时候 我确实是看到了那一个地方 但是他租金一块地 他要租15万 我是做汽车修配厂的工作 我不需要那么大的地 那时候我就知道 我的姻缘不具足 不具足 我拿不到这个东西 我没有那个能力去做 去这个地方建我的厂 所以我就开始又很多的烦恼 后来元宇法师又有说 他说你记得哦 你一定不能向西走 他就叫我说 我的厂不能迁到西边 但是我真的怎么找都找不到地方 后来真的让我找到西边 有一块就是已经盖好的铁皮屋 那我就去问了好几次 他也都不租我 后来一个姻缘 我拜托那个 那个因为要重化 12起重化 势必是一定要离开那个地方 我去拜托那个屋主 让我租 他就真的让我租了 租了以后 我的事业一落千丈 是这个姻缘 后来我姑姑看起来 她看我这样子不行了 所以她说 你要不要来自己学啊 你要不要来自己学啊 自己学你就可以知道 急凶 你就可以去左右 你自己想要你的生活了 你为什么不来 我还是不来 那时候五年 真的至少有五年的时间 我就是没有兴趣 因为走不出来 我有这样的一个经历 是 那您在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 请问您是跟哪一位老师学习呢 原副老师 原副老师 对 那在学习《易经风水》的 这个过程里面 您比较喜好易经的研究呢 还是你非常的喜欢帮家人 朋友来看看他们的风水 刚开始的时候 讲真话两年的基础班 实在学不出个所以然 但是是个基础 那原副法师他真的很会教 他就像母亲一向一样 原副老师每次在教学的时候 都让我想到小时候 我妈妈 我要上国小 那我妈妈不是字嘛 他看着我拿着一支笔 没有办法写字在那里哭 他就舍不得 但是他请我一个婶婶来教我的那一个过程 我就看到原副法师 他就像一个母亲在教导 他的小孩一样异步一齐 一比一化的教导 那当时呢 我在初级班两年的时候 其实我很迫切的希望把我的问题 然后请求老师解答 因为那时候还不会占卜 什么都还不会嘛 希望可以获得解答 但是老师一直告诉我们 你要耐心等待 等到你自己 不要现在急于想要解决你的所有的问题 你要好好的学 学好了以后 然后慢慢的你自然而然就会火烂开了 所以两年其实对我来讲是没有 只有基础 没有其他的收获 但是原副法师是真的很会教 对 但是您很稳定的把这两年的课程 给他上到人满结束这样子 这不简单的 这还有一个过程 其实这两年之中 时常想要离开 时常想要跑开 这个很需要分享 对 怎么样克服 我稳定下来的原因是因为 我开始去我们中门里面的 做我们中门里面的一些法工的工作 然后比较虔诚的去参与这些法务 才让我的心境稳定下来 才又继续走下来的 在这个新定的过程之中 其实常常摇摆啊 会摇摆啊 一直摇摆 让我求王残老祖 请示我力量 让我可以继续在这条修道的路上继续走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帮助我走过这些困境的一个很有力的力量 就是送天德经 他确实天德经 他确实是让我的心境平静 然后看事情也比较不会文乱 比较会从心里笑出来 这是我很大的体会 那跨出第一步实在是真的很困难 因为怎么是不知道他是什么 他也不了解天德经里面到底在讲的是什么意思 只知道跟着志念 跟着注音看 跟着思念 然后好不容易用20分钟把第一步给送完 送完以后我就松了一口气 想说我明天还要再送第二步吗 因为一步就要20分钟了而且他真的有用吗 真的可以帮我找到我的厂房吗 真的有这么神奇吗 我确实是产生了很多怀疑 但是那时候的我我想要试试看 我想要做个改变 我不想再这样子毫无头绪的过日子 所以我就再继续送下去 我是这样的心情 您现在有没有担任任何的其他法务 譬如说是智慧奖或者是 没有 因为我进来中门 我现在这个阶段已经五年 就是只有五年这段时间 我只是想要把我自己的内在 给调整得比较平均一点 然后让我自己的生活 我可以去面对我自己的生活 然后我试着用我自己学到的这些技巧 这些沾挂的方式来解决我目前的问题 然后进而可以帮助我的兄弟姐妹朋友 然后我现在就只是想这样子而已 因为我说太多 我没有再继续走这条路 我在这个阶段 我还是只是妄想 所以我希望一步一去 就是这样子 一步一脚印的 每一步都踏稳 对 那我想我们在生活当中 其实师父都一直的寻寻善诱 引导我们 那在生活里面 您觉得您之前用过的一个妙法 您觉得也蛮重要的 或者是说您用了以后 觉得说 这真是一个一定要讲出来的一个方法 然后可以给更多人知道的 我曾经就是老师帮我 他去看我的房子 原副法师去帮我看房子 房子很重要 对 然后老师 我沾挂 老师一看 只有看挂像 他就告诉我 你家的中工有什么 我心里想 我家的中工就以空地而已 我的机台都在旁边 没有空空的 没有什么东西 但是老师在上课的过程之中 我忽然间看到 有电风扇在旁边 我们教室都有电风扇 有电风扇在转向 我的天窗 我的上面是那种通风式的转动 有三个 四个很大 然后我经理就想说 会是他吗 真的会是他吗 后来下课就问原副法师 原副法师说 那个是 那个就是中工动 那因为我透过沾挂 我竟然可以发现 我家的真工真的动了 那后来那时候知道动 我也都安逼不动 因为老师叫我要看清楚 然后做起来才不会错 所以我一直到两年以后 我才尝试自己沾挂 然后把那个 四个电风扇 那个转风的通气孔 请下来 这是我自己做的 我觉得很如法 而且做了以后 一切都很顺利平安 这是我唯一 就是先做了 我自己的 我有印证到的事实 曾经遇过哪一些 比较觉得难克服的一些 心理的这些 比如说障碍等等 您都是用诵经这个方式 去获得一个跨越的吗 对 比如说 可能自己 个性里面比较像飞蛾扑火 会朝着危险的地方去走 那在这个朝着危险的地方 去走的时候 并不自觉地 自己是在朝着危险去走 所以会产生了非常多的困扰 那这些困扰 有时候会影响到 我的生活品质 那我就会想说 好 那我今天就送一部天德经 两部天德经 三部天德经 四部天德经 然后来看看 我自己的心境的改变 那我就发现 我的心平静了 以后比较平静了 那我就觉得 这个真的是有用 是我这样子 我是利用送天德经来感应的 对 今年新丑年的水路大法会 因为我们的天坛烧掉了 然后师父在 灾天那一天 他说过一段话 让我很感动 他说 他的身体 一样老去 但是他的意志力不会改变 那这一段话影响很大 那么维新圣教作为 结合 易经 风水 以及宗教 三者融合唯一的一个宗教 那我想要请教师姐的是 您个人本身对于宗教的感受是什么呢 我最记得 我在高中的时候 上学的时候 有一次 搭公车 要去上学 结果就在车上 看到路边有车祸 然后就一个往生的人 躺在那个 一个大体躺在旁边 然后他上面是盖着白布 那奇怪 我当时也没有觉得怎么样 我就去上学了 然后回来以后 那一个晚上 我整个晚上没有办法睡觉 然后我一直害怕 我就一直害怕 一直害怕 不知道害怕什么 那个大体的形象 一直都在我脑海里面 没有办法离开 那后来 因为高中生活 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宗教信仰 但是我知道 有观世音菩萨的存在 所以我就不断的一直念 那么观世音菩萨 那么观世音菩萨 不管国语或是闽南语 我就那么观世音菩萨 那么观世音菩萨 一直念将近了三个小时 感觉害怕到 害怕到 真的是害怕到 那后来 忽然之间 冥冥之中 好像半睡半醒的时候 我就发现 我就在睡梦之中 看到一个老佛亚 然后拿着一只拐杖 头发白白的 胡须也白白 就站在那个山头 然后我从这里黑暗 到处都是黑暗的地方 我往上走走走 我看到那个老佛亚 我忽然间醒过来 我就不再害怕了 然后我就继续再睡 我就睡早了 睡早以后 就一觉到天亮 那经历过这个 已经高中到现在 那我现在在学 易经风水的过程之中 我就心里想 没有想到那件事 对啊 我有一天在上课的时候 怎么发现 我们墙壁 我们上面那个 供奉的那个汪禅老祖 怎么那么像我 梦中看到的 那个老人呢 那我就怀疑了 他到底是福德正审呢 那时候赢我走过 这个难关的 是福德正审呢 还是汪禅老祖 那为了这件事情 我有沾了两个卦 看是不是福德正审 但是沾出来的卦 两个好像都是 那就代表我的学艺不经 我还不是很能 能知道这个卦的 给予我的 的启示是什么 但是汪禅老祖的卦 像非常的旺盛 所以我知道 我走这一条路是对的 是 我想呢 在这个方向是正确的时候 好像自己找到了一个 寻觅很久的一个家 那您现在已经结束了 这个初期班的课程了吗 对 我现在是25届 正期班了 而且我有去 益京大学上课 对 我想我们师父也带着大家 非常的努力 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 终于在2020年的立春 获得一个很正式的 一个成立立案 然后我们可以开始走 这个益京风水的 全人的一个教育 那也是一个终身的教育 所以希望有更多人 能够像师姐一样 我想我们大家都各有姻缘 但是能够来到这个地方 学习一经风水 一定可以让自己的明天 更加的开阔 那谢谢师姐 今天接受我们的访问 在一个短短的时间当中 奉献了您个人 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生历程 谢谢您 谢谢 阿弥陀佛 也非常感谢 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 辛苦在我家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